小小的布袋戲 在國寶級布袋戲大師 江刺眉的手中 看起來就像活起來一樣 闡述著這個布袋戲人偶 老彭祖應該有的面貌與神情 許許如生的布袋戲 是台灣早期最熱鬧的文化之一 為了讓布袋戲在台灣永續流傳 最近西田社布袋戲基金會 將設藏文物捐贈給國立交通大學典藏 希望結合交大的科技領域 為布袋戲找到新的出路 它會包括說 所有的戲偶的高規格的數位的建模 以及一些傳統的布袋戲的一些大師 他們當年的野台戲的錄影等等 這個資料非常非常的豐富 那所以我想交大的這個 一個很大的一個任務 一個很大的一個自我期許 就是說這一批文物到我們手裡 我們要盡最大的努力去把這一個文物 能夠發揮的價值充分的創造出來 所以我們會有後續很多的動作 會去好好的把這個數位博物館做到是一個 不但是全國性的 而且是國際性的一個高標準的 一個布袋戲的平台 布袋戲雖然風華一時 但現在喜歡布袋戲的人越來越少 看到這樣的情況也不禁令西田社的三位創辦人 感到憂心忠忠 我們發覺這台上台灣的藝人 都開始在要老生凋謝 還有感覺這台因為布袋戲開始要擔心 政府開始進入台藝的寡婿 還是布袋戲這種的藝術 還有國發工很多國的藝術家來台灣 未必台灣最好的像江家在那裡布袋 所以我們很辛苦 只要開始由大金主教學發揮 因為我和我李鳳雞 我們上海生生一個 西田社團統布袋的紀錦會 西田社捐给交通大学的文物 包含戏藕 戏符 道具 影音资料 有高达2000件 还有戏台与特殊文物200多件 价值不言而喻 这个交大它把这个科技跟传统艺术 整个结合起来 我想将来它会走出一个 崭新的道路出来 国立交通大学 接下了这个纵辙大任 未来校方会结合数位科技 典藏与研究等方式 努力推广布袋戏文化 希望让传统戏曲可以代代传承 凯阔新竹林彦斌采访报导